二 三 預備 走 把你的錢已劃在家鄉的山頂 淹靡的笑容定格在我心裡 深情的歌聲描繪你的美麗 是為讓你擁住我心裡 今天特別有意思 早上的時候吃過早飯 我就在那邊跟著網絡 那個是不是網絡 叫做網絡 跟一個老師在學唱歌 那我正在唱呢 結果小林都把它錄成視頻了 可以 實際上你要是培養一個興趣愛好 練唱歌對你應該是最方便的 你年輕的時候唱得非常好 是吧 尤其是唱鄧麗君那些歌 現在有幾十年不唱了 可是重新撿起來 總比練別的 包括什麼練鼓針的 包括那些 反正練樂器跟那個 練唱歌比較 你練唱歌應該 離你最近更近 方便 方便 因為每天的這個 每天在網絡上 有一個老師 他就會教唱歌 那我每天就跟著他學 他是一次性 教唱歌的時間是一個半小時 我也堅持和他這個 學習一個半小時 唱歌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同時呢 他也是一種 藝術上的一種什麼 享受吧 是吧 自娛自熱的一種藝術享受 是 他也是有鍛鍊 像我拉手蒙琴也是 是吧 我有50%覺得抱著那個東西 拉來拉去 是那個鍛鍊 另外50%是覺得 也還挺有一些美感在裡頭 這是一種想法 音樂真的是陶冶心情啊 真的 我覺得在生活上 有一個音樂 真的是挺好 我會堅持每天早上 跟著這個老師學唱歌 要堅持啊 我現在每天走路都有走到5000到6000步 可以 也是在堅持 嗯 總之啦 嗯 又 想法啊 做各種各樣的活動 運動 一般來說 只要是活動 是運動 都有益 是吧 當然了要把握個度 是吧 不要太 那個強 就是叫做強人所難 就讓自己做那些做不了的事情 是吧 適可而止 一定要有把握好度 都是好事 嗯 你看那個中國字嘛 活動活動 要活就得動 這是媽媽經常說的話 嗯 要活就要動 每天在那裡搬桌子搬椅子 嗯 講到這個活動啊 我覺得 量力而為 像昨天 有的網友說 哎沙沙姐我好擔心你爬樹 我今天就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做一個解釋啊 樹是這樣子的 一棵樹 上面接了很多的杏 那這個樹是分岔的 那我就 剛好那個樹很矮 大樹枝 腳踩在這裡 然後兩隻手拽在這裡 然後一蹬上去了 那我 手就可以彎過去 把那個小林要的那個杏 給摘下來 這個 不是說我爬的很高的 在那一棵毒樹 在那爬 我 我變成那個猴子了 嗯 因為 小林 個子小一點 他可以站在樹這裡 但是他的手 夠不上去 所以我的手呢 又一下子多了十來公分 然後我的身高 又多了十來公分 二十幾公分 就能夠把那個杏給摘下來 哎呀 小林興奮得不得了 其實 這是量力而為了 我心裡明白 爬這個樹 對我來講很簡單 這個是不好的示範 以後還是要注意 爬高的事 應該避免 是 年齡大了 特此聲明 我不是爬那個樹 那個樹 對 年齡大的摔跤是一個很大的一種 最危險 最危險 哎呀 我剛才看到的 這也是東西 來 我剛才看到的有蚊子 噴了這個以後就覺得蚊子不過了 它這個就是那個 防蚊的 防蚊的 四小時 你坐在這裡 就不會有蚊子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自己的健康啊 對自己的身體狀況 只有你自己明白 那一定要堅持每一樣的學習 那我就是在唱歌啊 已經學習有一段時間了啦 唱歌 還有就是走路恢復 每天最少五千步 另外就是平時很注重的就是 心情的愉快 再大的男士 再大的一些123456對我來講 都是小事 看得很淡 我昨天沒噴這個 坐在這兒 我的那個 腳環那兒 我腳環那兒就被咬了一下 今天你看我噴了以後就沒事 好多了 它就不來了 這蚊子還是害怕 還是管用 管用啊 管用管用 今天好像走路還有還有幾百步 沒有沒有達標吧 我還有一千五百步 把它再走一走 把它那個補上 好吧 走再去吧 走一千五百步 回家做飯吃了 好 明天見 好 走 忘了 我應該把小林偷拍我的視頻 唱歌的放給大家聽一下 你放吧 請朋友們待會兒看了以後給我指教 好 二二三的預備 走 把你的錢 劃在 家鄉的山頂 回出去 艷密的笑容 定格在我心裡 歡迎 歡迎 請 盛情的歌聲 描繪你的美麗 只為讓你用著我心裡 二三 來 請分別 記得點贊關注哦 谢谢观看